欢迎来消灯政治,我是喜耀 今天是这个2025年财政预算案的公布之日了 我刚刚是才工作回来 所以这一个预算案其实有很多资讯 我希望用更多的时间先消化 做功课才和大家分享 不过呢,我其实华新闻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个隐藏版的新闻 请看一下 OK,其实为什么讲它是隐藏版呢 就是因为安华在他公布了这一些预算案的细节当中 对这一个法令 居家服刑令法令的这一个草拟案 完全没有提 但是这一个东西却出现在了 财政部所公布的正式的那个演讲稿当中 所以当听到了政府要草拟居家服刑令法律之后 你想到什么名字 我们三二一一起讲 OK,三二一 纳吉 所以我才会讲呢 你觉得纳吉看到了这个新闻会不会高兴到睡不着呢 我认为虽然政府没有明讲是为什么 你很难去阻止民众这样子去想 而我觉得当中跟纳吉有关系可能是87% 我随便吹了一个数字了 就是很大的关系的意思了 OK,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要知道呢 其实现在纳吉已经是被定罪了 那个SRC失信罪然后已经被关进了这个家营的监狱 我们也知道呢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就有得到了这个最高元首的局部特色 然后他从这个刑期12年减到变6年 罚款也是减的将近一半 但是呢 现在纳吉跟他的团队一直在争取的 就是希望呢 这6年的这个刑期可以搬到家里去居家服刑 但是这件事情是遇到三层的阻碍的 第一层阻碍呢 就是他们一直讲说 这一个得到居家服刑 也是元首的这个预定 其实呢 有写在这个元首的手欲里面 但是这个东西从头到尾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所以到底元首有没有示意要做这件事情呢 没有任何的证据 这是第一条非常硬的 这个条件没有达成 但是接下来两条就跟这个法令有关了 为什么纳吉不能够居家服刑 还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其实马来西亚现在 对于这个居家服刑的这个法令 是没有的 OK 根据这个刑事律师 这个吴嘉瑜所承讯的 其实马来西亚没有任何居家服刑的这个条文 也没有申请的程序 所以 其实马来西亚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去申请 或者要求这个居家服刑的 所以没有法律条文 你又怎么能够去 所谓的派他去这个居家服刑呢 OK 我们马来西亚唯一有的东西呢 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条文 也就是这个1995年的监狱法令 当中第43条文呢 允许囚犯在有准证的这个条件下呢 获释啊 就是意思是去居家服刑了 但是这一切呢 就受限于部长 也就是内政部长 赛富丁所定下的这个规则 诶 这样为什么纳吉不可以让这个内政部长 写一些东西就回去居家服刑呢 这就牵扯到第三重难关了 因为根据上诉的这一个条款来讲呢 他也必须符合 第一 就是这一个人的刑期不满四年 他是勒林人士 孕妇或者身障人士 OK 所以赛富丁其实在今年3月4号就保证说 纳吉是不会获得这一个居家扣留的这个名单当中的 OK 所以理解了这三个三重关卡之后呢 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纳吉朝了这么久都好 他还是得不到他要的这个居家服刑了 所以我们把新闻看回去今天的这个条款 政府计划呢 要去朝你居家服刑的这个法案 其实我认为更多时候是针对我刚讲的第二和第三重这个难关 第二重难关就是如果政府现在完完全全的把居家服刑的法令写到清清楚楚 或者在之后呢也把那些他针对的人士呢可能也把他放得更狂 那对纳吉而言是不是更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居家服刑呢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的啦 OK 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讲他是为纳吉而写 但是这真的很难让我们不去联想这件事情 但是当然这个草案要朝你多久 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个限期的 会不会朝你到来呢 这个纳吉就刚好被放出来了 这一点很难讲 不过呢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需要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好好的想 而在这里也最后想请问你吧 你觉得到最后 如果纳吉真的是因为这一个法案的这个朝你 然后放去了居家服刑 你能接受吗 如果你觉得你能接受 这是政治现实啊 没有办法一定要保纳吉 你写一个333 如果你不能接受 你觉得呢 纳吉应该为他自己做的这些罪行呢 在监狱里受苦 你写一个777 一起来先聊真词啊 我们下期见 拜拜